过来 快点快点 快点 把他们三个都捆起来 老三 你在这盯着啊 我去通报一下 好 这下可是被土匪绑票了 公公 你可是有鱼有肉吃了 大人 都怪我就乌鸦嘴 都怪你 都怪你 老爷 咱怎么办呢 老爷我也被绑着呢 我知道怎么办 等皇上来了 非把他们杀得鸡犬不留不可 皇上 皇上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白菜帮 白菜帮 是什么 白菜帮呢 那就是反对朝廷的一个帮会 前朝的时候就有了 专门杀满人的官吏 杀满人的 大人啊 你们俩都好装 就是 我可怎么办呢 可不是 都怪我那缺德的爹 六岁就把我送宫里头 把我给咽了 这不是作死吗 诶 张少 这闻这什么味儿啊 这么一股骚味儿 刘大人 是啊 我尿了 大爷啊 你别尿我身上 你可这 真倒霉 你 就是大门 就是啊 你看看你 这 就是你 这不在这儿就尿上了 老爷 老爷 你看看他 怎么回事儿嘛 你们是哪儿的人哪 我 我们是从山 山东来的 山东的 山东的 这是我大侄子 他 他 他是我亲戚 我们俩去他们家走亲戚 他们家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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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家住哪里啊 我们家住哪儿 我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啊 这乡人话吗 不知道自己家住哪里 我 我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啊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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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问他 对 他知道 咱白菜邦 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那你家住哪儿啊 那他住哪儿啊 我 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玩意儿啊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我们是白菜邦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啊 那下三烂的活儿 我们兄弟是不干的 对不 对 咱白菜邦 干的是反对朝廷的大事业 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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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来得正好 正好用你们三个的人头 咯吱吱咯吱咯吱咯吱 记一点 我们的白菜邦祖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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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 你啊 都怪你 人家问我家住哪儿 我怎么跟人家说啊 真是 你住哪儿你知道 你怎么不说啊 我怎么敢说啊 我要说我住在宫里头 能不死得更快吗 都怪你 老爷 完了 这下真完了 行了行了 别怕 别怕 你们三个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是这样 我这个亲戚啊 瞎傻了 我们正劝他呢 大王 你们是大英雄 干的是替天行道的人间大业 让他给家里写封信 送点钱来 他们家有钱 还是你这老头明白 你们要是得罪了我们大头领啊 那只怕你们的小命不保啊 我们大头领那是本帮老祖座下 第一护法天尊下凡 他刀枪不入 长生不老 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呢 怎么样 给家里写封信 我给烧个信 弄俩桥过来 保证你们性命没事 好好好 听见没有 赶快给家里写信 让他们弄钱哪 报命啊 没没钱 他妈的 不怕你这只铁公鸡 我可告诉你 等开刀问斩的时候 你可别放那求饶的屁 哎呀 这是朱沙笔黄表纸 这真成了化妇驱鬼了 我等有难速拿钱来赎人 要多少 多少 还不要他二百两 去你的 二百两给我干吗的 二百两 能给两千两吗 两千两 跟您明说了吧 这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 本人是前朝的宰相 才值两千两 太不给我们面子了 十万两吗 十万两 那十万两银子 分文不少 去去去 见银放人 十万两吗 由统勋二夫子办上 哎呀 你们额钱算是额对人了 哎 天底下没有比皇上更有钱的了 哼 这帮无知的暴民 想来还不知道他们抓的是 大清国的宰相 他们要是知道了 还不下个半死啊 难道他们还敢跑到朝廷上来 跟朕要赎金吗 启奏万岁 外面有两名乡民勒响出征鼓 一个叫孙秃子 一个叫张老三 说是河南拂牛山的山大王 绑了刘统勋 刘大人 还有二福子公公 要赎金 还要 还要面见皇上您 什么孙秃子 是张老三 胡说八道 拉出去砍了 他们说如果不给钱 他们当家的就撕票 干上来 喳 皇上 您见平民不合一致 还是让奴才去处理吧 不合一致 他都跑到镇的大殿里来要赎金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干上来 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寨王的胆子有多大 喳 圣上有旨 乡民孙秃子张老三见驾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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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红的地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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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皇上家就是不一样啊 门槛都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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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你们就是扶牛山的山大王 你就是皇上 混账东西 老老实实回话 回皇上大王的话 我们不是大王 大王没来 大王是让我们跟皇上大王要钱来 朕也成了大王了 刘大人还好吗 好 好得很 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 这两个财神爷啊 我们可惹不起 对吧 对对对 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 哎 知道知道 就是绑票 反正中不上地也是个死 我们这一路到京城是吧 反正见到皇上开心 死了也值了 混账东西 叫万罪爷 什么皇上大王 胡说八道 还敢跑到这儿来要赎金 吃顶着了 说 我们怎么知道 刘大人真的在你们手里啊 好 这是刘大人的亲笔信 请皇上和大人看看 哎 十万两银子 胃口不小啊 穷乡巴仰子 十万两银子撑死你 咱们也不想多药啊 那刘大人他不学 他说自己是中堂大人 他身边站着那个 脸上不长胡子的 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 少药了 他没身份 你说什么呢 咱们人多够分的嘛 咱们得盖房娶媳妇 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还得盖房还得娶媳妇 你算算 这够吗 有身份就跟朕多药啊 这个刘童勋 福康 奴才在 你跟他们问话吧 朕不管了 什么大臣 一点都不替朕着想 喳 带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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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